为了纪念释迦摩尼佛成道日 大高雄佛教会将在民国111年元月8号星期六 要举办行脚祈福托波行化 为纪念释迦摩尼佛成道日 大高雄佛教会将于民国110年元月8日星期六 举办行脚祈福 邀请僧众一席袈裟托波行化 实践佛陀慈悲本怀 大高雄佛教会是为了纪念释迦摩尼佛成道日 所以将在民国111年元月8日举办行脚祈福 邀请僧众一席袈裟托波行化 主要是为了要实践佛陀的慈悲本怀 集合众法师的力量 这一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来祈福 期望能够早日消灭这个灾情 此次行脚托波起伏 分为甲乙两队 甲队将在高雄前镇区 信策禅士出发 乙队将在高雄阿联区 光德市来出发 此次行脚祈福 托波行化分为甲乙两队 甲队由高雄市前镇区信策禅士出发 乙队由高雄市阿联区光德市出发 集合众法师的力量 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祈福 期望灾情早日消灭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